他父亲因而日益积德 滋滋不待 修桥铺路 摘僧计重 凡有利益无不尽心 后来 他又听到鬼在门外唱歌 千不框万不框 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 千不框万不框 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 这鬼歌又是一夜不停 后来啊 徐凤竹受任两者巡抚 果然是官至都堂大人 家兴有位图康喜工 早年做过刑部主事 他情于公务啊 晚间是住宿在狱中的 一夜 他仔细询问囚犯情状 查出无辜者若干人 但他自己并不鞠躬 而是写成文书 秘密承报给了新部尚书 到了朝审的时候 根据他的承报 尚书为十多人平反了冤语 哎呀 一时间人们纷纷称赞尚书 为官清正怜悯啊 图公又向尚书禀报说 京城之中尚有冤民 四海之广 照明之众 岂无王者 他建议 刑部应该五年派一名简刑官 据时为冤民平反 尚书按照他的建议 上奏朝廷得到批准 图公也被派在简刑官之列 一夜 他梦见天神来告诉他 你命中原本无子 今简刑之意 身和天心 天地赐你三子 都将依紫色官袍 系金色腰带 当晚 图夫人恰巧得了身孕 后来生育了三个儿子 果然都是官位显贵的俊才 你们的祖父 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好朋友 明包贫 自信之 他的父亲官居持阳太守 信之先生兄弟七人 他最为年少 他勤奋好学 但屡几鱼不定 平日里 他很留心佛道学问 有一天 去松江卯湖游玩 突然 途中 欲语 好 不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为何不修善佛堂呢 您看 雨水已经将观音菩萨的圣像给淋湿了 是啊 不是不想啊 只是缺钱少物 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愿尽绵薄之力 工程巨大 这十几辆银子如何够啊 师父 这里有新枝松布四批长山七剑 请师父收下 这衣服都是新做的 还必要上山穿过 您自己留着信息